剩一分的回去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六百科的提案人 那等等這個就秀出來 那這個金六百科很簡單 簡單來講 台灣身為亞洲的民主燈塔 那選舉決定我們的未來 但是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看過豬走路 吃過豬肉但沒看過豬走路 那大家都有選過局 或者從今經歷過選舉 但不知道選舉到底是怎麼選 我這邊後續會一一跟大家說明 那今天來講 這專案要做的就是公開政治獻金 公開募款經理 那把這些政治獻金 選舉金流視覺化 然後再把捐獻公司的 承接標案的近況進行串聯 那清楚的刻畫權力網路的分配 然後同時用簡單易理解的圖像 讓一般的民眾可以簡單的 用圖像式的方法理解我們的選舉 那這邊有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去年選舉發生的 就是歐巴桑聯盟 總共在全台推出了21個候選人 那最後結果大家也知道 一個人都沒有選上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公投 十安公投 大家都佔據了很多新聞版面 但是議題的背後 有多少資金的贊助 有多少金流在背後 大到電視廣告 小到文宣 那這些金流該不該被公開 該不該 除了議題之外 這些金流也應該被關心 那我這邊總共整理了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選舉金流公開 但是不易取得 那公投募款的專戶 我想大家應該也沒有看過說 例如說 比合養率到底募了多少錢 那 反銅公投 到底募了多少錢 等等 這些東西是沒有受到大家關注的 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金流龐大 錯綜複雜 難以吸收了解 那最常碰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好像看了很多數據 但是我一點都不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 那這邊就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第三件事情 106年全國統計 就是有一兆三千多億的標案 由我們的政府發報出去 那這些標案跟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 並沒有有效的變串連跟檢視 我們這邊會建立一個基礎 第三個就是 其實是核心理念 就是在金權禁足的選舉結構當下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專案 讓大家能夠了解 金權的對於選舉結構的影響 那讓我們重新思考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民主制度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縣市首長、立法委員、總統、議員候選人的政治獻金專務 跟公投提案人的專務 通通從監察院帶出來 從中選院帶出來 那在其中之前呢 我們會用結構化的資料釋出 讓大家能夠第一時間獲得這些資料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讓民眾能夠用 不用負擔監察院查閱費用的成本 然後去瞭取的這些訊息 那也可以讓民眾了解說 這些公投募款的金流 到底是如何使用 第二件事情我們要做的是 把這些金流簡單化 用視覺化的圖像去做呈現 那我這邊簡單來講就是 要把權力不只要痛贏 更是把權力的揭露 揭露離情而出 第三就是我們要做資料的串連 就是我們把政府標案 跟捐款的政治獻金進行連結 那當然連結的過程中 有我們並不做主觀價值的評斷 那適用這些資料 讓一般的使用者去對說 例如說我今天立法委員的法案 跟我這些贊助廠商跟標案之間的關聯性 讓使用者自己去判斷跟解讀 那從過去政治獻金是靜態的資料 轉變成動態的金流資訊 就除了標案是每年都會更新 每個月都會發包 那從過去的靜態變成未來的動態呈現 第三我們會設計一個情境式的體驗 讓民眾有感說像剛剛提的 歐巴桑聯盟 或者是像剛剛公投講的資源的差距 能夠利用這樣的設計能夠引發討論 這是我們要做的流程 總共分四個階段 簡單來講就是 資料的抓取清理連結跟最後的視覺 那除了之外 我們還會做專案的行銷與議題的推廣 還有標案的分標轉包的資訊 我們會進行追蹤跟索取 那這大概可惜性的部分 跟資料的可重複使用性 那我們未來的話 未來還有很多的選舉 每兩年都會碰到一次 那我們資料都可以持續的沿用 舊的資料我們也會把它帶出來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demo的畫面 就是下面是比較圖 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假設我今天是內湖南港的議員參選人 那我大概跟其他候選人 比較起來我的資源在哪個位置 那上面的話這邊是收入的金流資訊 這邊是支出的金流資訊 都會做詳細的說明跟解說 好以上 那時間到了 那我想最後一個 那其實我想推的理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想做一個負責任的政治消費者 那政治消費者有分幾個 一個是我只聽廣告 只看政策 第二個就是我們只看成分 像投票指南 列出了很多資訊 可以去檢視你代表的行為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產地 產地就是說 到底這個工程員被選出來之後 產地是什麼 就是金流 那不要MIT跟MIC分不清楚 就是我最後想表達的 好 謝謝